哈囉,我是Evan 我現在在德國 多特蒙德 的聖誕市集 聽說 這邊的聖誕市集是全世界最大 不知道要真的講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 聽說啦,最大的聖誕市集 看它的地圖超級大耶 我找不到我現在的位置 超大,攤位真的超多 這邊真的有各種 攤位 去年我也在德國 聖誕節的時候 是在德斯特杜塞道夫 但是聖誕市集真的沒這麼大 這邊真的是很大 很有氣氛,非常有氣氛 蘑菇,多少錢 4.5塊 那這樣多少錢 150 150台灣可以吃牛排 那吃起來完全就像 牛排旁邊的蘑菇 可是好吃嗎? 還可以 然後都會有一個一個的小桌子 都會聚在每一個小屋下面 吃東西 因為都是攤位 所以攤位有販賣各種的 就是可能寶啊 或是剛剛我們吃的那種草木菇啊 之類的 或是這個紅酒蛋酒 然後大家就會三五好友就圍在一個 小木屋下面 然後吃剛剛買的 欸!聖誕樹耶! 很大的聖誕樹 這就是聽說是世界最大的聖誕樹嗎? 現在來到了聖誕樹的下面 來看看這聖誕樹到底有多大 真的 大家要抬頭 真的很大耶 就是它除了高之外 它還是整個就是 很大 真的很大 剛剛就買了一份 起司奶油馬鈴薯 欸它起司不會融化耶 欸它起司不會融化耶 起司是冰的 可是馬鈴薯很熱 這什麼屁股啊 好綿喔 可是其實為什麼不會融化啊 如果融化的話 應該會更好適合 天氣太冷了 應該是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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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在賣 紅酒 然後 中間就是要喝融化 欸!這邊了! 剛好 它兩杯子裝 它是不是最後要還杯子 然後如果 啊買到了紅酒了 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杯子 剛剛有說杯子兩塊五吧 如果把杯子還回去的話 它會退錢 如果不還的話就可以帶回去當紀念品 好燙喔 可是好好喝 我真的覺得這紅酒好好喝 這紅酒喝我覺得很好喝 可是很容易醉 所以不要貪喝 貪杯 所以喝太多 因為非常容易醉 哈哈 就是甜甜的啊 然後就會不小心就喝很快 這樣子 因為這個 Dotmong的聖誕市值真的太大了 所以 一個晚上更不公布啊 所以今天的傍晚時間 又再來 傍傍來這裡吃東西 再來看看還有什麼昨天沒有發現的 點了牛排 海保 還有 這裡都會賣的 咖哩香腸 醬超多的 這裡的海保超好吃的 就是 昨天晚上有吃 超好吃 然後這咖哩香腸 就是醬很多啦 然後也蠻 蠻不錯的我覺得啦 但如果不喜歡太多醬 應該也不會喜歡 這肉好嫩 然後炭烤的很香 麵包是便宜的那種 然後 它上面的菜超像那種 臭豆腐旁邊那種 台式泡菜的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就來喝了紅酒 每天都要喝 然後每一家的杯子都是一樣 不是看到喜歡就可以帶回家 因為你買的時候 補喔 一半的錢是杯子 然後我這一家杯子也不一樣 但是我沒有要被一次 每天都要喝 因為它真的很暖胃 酒餐裡面另外一個很好喝 那種蛋酒 就是它我去年也是第一次 它上面有限來 然後它以為它是冰的 它看起來是像是 它是冰的東西但是它是熱的 它是熱的 它甜甜的 它比紅酒還要 因為紅酒畢竟含生會有一種 有一點很酸的味道 但是它是蠻甜的 蛋酒也很好喝 就是如果有來的話大家也會 除了熱紅酒之外也會 這個蛋 坐在這個紅酒餐突然有一種感覺 就像好像 以前看那個哈利波特小說裡面 說他們在寫腳巷 寫腳巷裡面喝那個 奶油啤酒然後大家聚在一起喝奶油啤酒的感覺 應該就是 就是現在這種感覺 就大家都圍著這裡 然後在這裡聊天喝的就是這樣 就真的很像哈利波特 雖然我也沒體驗過就是那種奶油啤酒的感覺 其實說起來就跟台灣夜市很像 就一個一個攤位然後 有濕的各種小吃啊 然後有遊樂設施 有賣各種的家用品啊 或者是居家的裝飾品之類的 什麼都有 然後只是有很多的聖誕燈啊 聖誕裝飾還有就是 每個攤位都是小木屋 所以會覺得特別的溫馨 再來就是可能天前冷啊 所以聖誕節的氣氛非常濃稠 然後我還有 剛剛有就是有舞台有表演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聖誕視頻 跟去年在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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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不要忘記幫我的YouTube 還有我的粉絲的話 就是按讚 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